今天半夜12點開始 我們正式的就可以微解封 但是微解封看起來 好像有跟沒有是差不多 來看一下 現在全台灣本來 包括了台南 又或者是花蓮 金門這一些 本來以為他們可以內用 陸陸續續 因為他們的縣民市民受不了了 東北條了 市長趕快急轉彎 全部都變成歷史中了 只是在澎湖了 所以會不會有人真的暑假 飛到澎湖就為了內用 等一下到時候就會知道 但有時候有那麼無聊嗎 可是台灣人為了要吃日本料理 都可以改名字了 飛到澎湖去為了享受內用 有什麼不可以 7月11號他說 這個蘇貞昌說 這個就是定一個指引 你們地方可以自己試情況 就像放颱風架一樣 一樣嗎 差很多好不好 然後蘇貞昌之前每次類比 都引發很大的爭議 他說疫苗就很像冷凍的雞腿一樣 你沒有送貨來 難道要怪這個買方嗎 江啟臣也告訴大家 你要 你這個是設局 什麼叫設局 如果你不願意放寬 民不聊生 那就是地方政府的錯 你如果放寬的話 出了疫情的漏洞 還是你地方政府的錯 什麼都是地方政府的錯 所以現在各地方 這次高雄的狀況 人家已經工人窩在這個角落裡面了 距離另外一個人超過了兩公尺 這樣還開單 他已經規規矩矩 而且陳其邁在五月底也告訴大家 工人在外面只要超過兩公尺有通風 他就可以脫口罩吃早餐 市長講的 為什麼警察都沒有聽呢 現在微解封本來講說國旅九人團 可以讓這一些旅遊業者 可以賺一筆錢稍微紓困一下 但是工會說沒有 到現在一個單都沒有 夜市微解封 南機場夜市靠近萬華 他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個7月29號在營業 不然人潮太多 我們自己就會嚇死了 不是顧客嚇死 攤商自己先嚇死 這個是桃園的小屋來 人潮跟車潮 已經排隊等上山等了一公里 嚇死人了 電影院現在台北市 可以準備看電影 所以業者也很敏感 上個禮拜就開始發廣告通知 說黑寡婦這個大片 準備要上映了 但是新北市是看不到電影的 還有另外一個 國民黨的前主發會主委 他是現任主發主委 應該是前任 高雄市的主委 高雄市的黨部主委 所以我們這個抬頭有點錯 他寫了 都是 都堅 現在他有一個說法 其實這一篇他是轉貼網友的說法 聽說海地現在沒有總統 很可憐 我想把台灣的總統捐給他們 當然我覺得很多網友就開始說 譴責李澤華 說人家在國殤 你還把總統送過去 像話嗎 尾翰 其實韋傑風跟颱風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越來越相信陳時中部長 跟蘇商院長最近有時候常常被記者問 問到不知道怎麼回答的時候 就像陳時中上次講說 那個高端跟聯亞的疫苗人員 他們如果沒有打到疫苗 上禮拜我們講得很生氣的一件事情 他會睡不著一樣 後來他改口了 颱風他是有分路上警報 海上警報 是不同區的 所以你要告訴大家怎麼做 這件事情很清楚 指揮中心要做這個決定之前 我們台灣總有一天要學習跟病毒共存 因為基本上COVID-19 你要消避他非常困難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有一天我們是要恢復餐廳可以內用 但是要很多的指引 可是最大最大的問題觀眾朋友 這一次等一下再過幾個小時 我們現在七點再過五個小時 微解封的颱風就來了對不對 他並沒有問過22縣市的縣市場 之後我們的生活到底會產生什麼變化 不會 什麼都不會 大家只是喝兩聲然後就跑去睡覺 重點在於你根本沒有 我們今天做這個節目 我們要討論我們要講什麼議題 我們今天行政院院會你要開會 之後才有樓明城出來開記者會 你今天這麼大的事情 你要決定到7月26 那就全國一致 你說違和用力的共 如果又限制你要罵 不是這樣講的 先前金門光是為那個篩檢 他就叫他拆掉了 你今天指揮中心要為解封 全台灣的餐廳要不要內用這件事情 你根本沒有問過 我再講一次 我問過了很多縣市了 得到的答案是確實 你根本沒有問過新北市的代表 台北市的代表 你們的意見是什麼 沒問 然後自己宣佈說 好啦 就